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童颜夫妇后续来了,杨子里现婚礼现场,圆梦亲爱的热爱的! 23日,一组杨子在新剧中的婚纱造型,曝光画面中的杨子身着一字兼婚纱, 扎丸子头出镜,优雅又可爱,满脸都是藏不住的笑意姊妹的这个造型,你给打几分? 世纪婚礼爆笑花絮曝光!甜蜜婚礼亲友团轮番上阵,大嫂童年杨子特邀演出一句话,让画风突变! 世纪甜蜜婚礼背后竟是顾客至上的KNKKTV天团,果盘酒水说送就送, 一切都有经理们胡亦天、李明德、许乐肖,搓手期待最后的正片了! 还记得2022年的夏天,我们一起追过的亲爱的,热爱的吗? 虽然距离的同年和韩商言最后修成了正果,皆大欢喜,但是因为没有举办婚礼,也让很多粉丝们感到一丢丢的遗憾。 这部,就安排上了! 杨子和李献客串亲爱的,热爱的的姊妹篇《我的时代,你的时代》, 两人举行了甜蜜的世纪婚礼,也算是给各位追剧的粉丝圆梦啦! 从目前放出的花絮来看,杨子婚礼当天身穿路肩婚纱造型,扎了个丸子头,俏皮又可爱,很符合剧中童年的性格。 不得不说一句,她和《西装革履》的李献站在一起真的很养眼呀,有一种真情侣的感觉。 太好客了! 今天,看到杨子婚纱造型这个消息,杨子客串《我的时代,你的时代》,陆坚婚纱造型,圆梦亲爱的热爱的。 像杨子这样的明星,艺人,目前也只能在节目上,演戏中享受婚姻的生活,在现实中其实没有结婚。 对于杨子是否也不敢结婚,只有她自己可以回答了。看到她那么热衷于婚纱,应当是向往结婚的。 期待早日看到杨子官宣结婚的消息。是子米们朝西相伴的亲密,是子米们触手可及的欣喜,愿你永远是活泼开朗的小猴子,子米们会一直陪你走下去杨子,或许过往的时光不曾偏爱于你, 然你用实力征服世界,愿把所有的运气给你,愿你一路向前,永远开心快乐。 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,童年,杨子,谢谢你带给我们的诸多欢乐和美好2022年的夏天,那么平凡普通的遗迹,因为你的出现而变得不那么平凡。 我还记得你的一见钟情,勇敢追爱,也还记得你因为害羞而偷偷大口吃东西,还记得我的小毛驴不见了的难过,听不懂的眼泪,记得你的笑夜如花,记得你的牛奶面包,记得你的醉酒,记得你的滑滑梯。 一想起你,眼睛嘴角都含着蜜。我想,在热烈浪漫的婚礼都不为过,在我心里,你值得这世界所有的温柔和美好。 亲爱的,热爱的网播放量单日突破2亿,杨子持续登顶V榜。 今年的暑期档的确是相当热闹,很多知名演员的新剧都纷纷上线了。 网播的有肖战,王一博陈情令,易阳千玺,雷佳音长安十二时辰,上星剧有杨子,李献亲爱的,热爱的,马天宇流淌的美好时光,这四部剧目前的热度都很高。 不过要说其中收视率和口碑双丰收的一部,相信观众们都会觉得是亲爱的,热爱的罢。 这部剧比其他三部上线时间较晚,不过颇有后来居上的趋势。 目前豆瓣评分是7.0分,收视率基本上都达到了双台破一的状态。 不仅如此,随着该剧的热播,让剧中的两位主演杨子,李献也收获了很高的人气。 杨子在艺人新媒体指数电视演员榜单中,已经连续好几日都是登顶的了,在一堆高流量的当红小声中,杨子的表现力的确是相当亮眼。 另外亲爱的,热爱的这部剧在7月15日的网络播放量,已经达到了单日突破2亿的成绩。 要知道第二名的刘淌的美好时光还未达到该剧的一半,足以证明这部剧是非常受大众喜爱的。 不少观众们觉得每天才更新两集不够看,杨子饰演的童年,李献饰演的韩商严,以及胡一天饰演的吴白,表现力都可圈可点,让人有追剧的冲动。 该剧在孤朵数剧当中的热度排名第一,已经达到暴剧的状态。 另外该剧随着剧情的甜蜜推进,热度和口碑都在不断上涨中,相信之后也会有更好的成绩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